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以主题拍卡来看的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光过得特别快 跟你在一起就是好快乐 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你把他的人生变得更美丽了起来 你吩咐了他的生命 有了你他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可以那么的多姿多彩 你帮助他见到不一样的世界 他觉得他自己好幸运哦 有一个你在他的身边 能够被你爱着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给选到第一主他目前对你的想法 真实的想法 首先你主题拍卡来看的觉得有你真好 每一个跟你一起度过的时光呢 那个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哦 因为他好快乐 你把他人生变得漂亮起来 美丽起来 你吩咐了他的生命 自从有你的之后呢 他见到更多姿多彩的人生哦 他觉得自己实在太幸运了 能够以为你在他的身边是己生修来的福报 能够被你爱着 是三生有幸的 看塔罗怎么说可以选到第一主 他对你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呢 你是好像梦法师那样子哦 有你呢 什么都变得有可能 有你 他更自信地看待他的人生 他的未来 你是那么的单纯简单 把快乐带给他哦 有你的日子快乐来得特别容易 对你的热情满满的 很想对你采取行动去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从你身上他学会好多 他学会如何去爱 你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他已经本如太三选择了你哦 不再改变了 他不想再换对象 对你是非常认真的 很投入 已经快烧上他自己了 对你的热情已经快烧上他自己了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有很多期盼 值得快乐的事情可以发生哦 你活泼开朗 你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 你带动着他也变得有活力起来 在他的眼里你近乎完美的连你的缺点他都能够接受 他对你的爱已经盖过了你的缺点 他觉得你们是心灵相通的 就算没有说话也可以猜透彼此的心思 可以选到第一种他对你的真实想法 以塔罗派克来看 他觉得你就好像魔法师 你把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有你呢 他的世界变得多姿多彩 变得美丽的起来 他已经认定了 选择了你哦 他不想再更换了 他也想要跟你过一辈子 你就是那么的简单 单纯 然后呢 就是带动着他 也变得比较放松的看待人生 他现在对你的热情已经多到呢 快超上他自己 很迫不及待的想要对你采取行动 去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哦 从你身上他学会好多的 你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哦 跟你在一起他学会了如何去爱 而且你活泼开朗 充满活力 带动着他也变得更有活力的 去过他的生活 他呢 就是觉得你是完美的 连你的缺点他都能够包容接受了 对你的爱已经盖过了一切 而且加上他认为你是最懂他的人哦 就算不说一句话你都可以拆透他的心 他也自认为他是可以跟你心灵相通的 看自他怎么说你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斯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觉得他自己就是不够成熟的 你太好了 你太优秀了 很希望你能够主动来敲他的门哦 他在盼着你能够主动去约他去见你见他 他对你神魂颠倒到不行了 马上只想着的都是你哦 他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会联想到你 跟你在一起他很没安全感哦 他总会怀疑你是不是下一秒就会离开他呢 他只想跟你过他的时间哦 就算什么都不做就算无聊的这样子过他也是希望跟你过 他觉得他自己有时就是无法太多的陪伴在你身边哦 不是他刻意的跟你保持距离是真的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去忙哦 他答应你给他一点时间 在将来的日子呢 他会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你 当别人提起你的时候 他假装么不关心么不在乎那都是装出来的 其实没有你 他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你是那么的重要 给选到第一主义自个来看他说他自己不够好哦 不知道配得上你吗 你那么的优秀 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好幼稚的人哦 他现在很希望你可以对他多一点的主动 他想确认一下你有多在乎他 他多么的希望你能够敲一敲他的门哦 来见一见他 他已经对你身份颠倒到不行了 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会联想到你哦 他就是那么没安全感 总是怀疑你对他的爱 总是认为你下一秒就不会要他了 你现在说你爱他 你下一秒可能又会变心的 他总会怀疑你哦 他想跟你过他每一个时间的 每当有时间他都想要跟你一起过 哪怕只是无聊的什么都不做 他也乐意 但有时候呢 真的是有其他的事情在忙哦 如果可以选择他 肯定会选择待在你的身边 但是他有其他的事情在忙的时候就没办法的 希望能够得到你的体谅哦 他答应你 他会好好地处理他其他的事情 在将来的日子一定会给你更多的陪伴的 当其他人提起你的时候 他就是假装 默不关心 不做任何的反应 那些都是装出来的 事实上呢 没有你呢 他觉得他的生命变得毫无意义了 你就是那么的重要 看彩虹牌卡有什么提醒呢 给全道第一组一起来看 有什么提醒呢 身体是我亲密的朋友 好好善待自己的身体哦 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好好地去恋爱 不是吗 我信任我的神性 会指引我哪些需要改变 你自己心里自觉 你是知道的 你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就要去面对哦 别再骗自己 我的想法会回向到我身上 而成为经验 保持正面想法哦 那么你的经验 都会是正面的 看这个神域牌卡 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 也选到第一组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恢复你那个真三美 那个容易快乐的自己哦 本来的你是一个快乐的人 再看 让你的信念成为你的指引哦 走向你 真正属于你的一条道路 过去的伤痛 让它成为过去吧 别一直在为过去 发生过的事情 再伤心了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哦 看塔罗怎么说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好了拿到的是 圣杯 是从 可以敞开心房的去 流露出你真实的感受 就是在感情中可以不要那么爱面子的 可以直接的去让对方知道你是爱他的 你是需要他的 就真实的一个心理感受可以多点表达 好啦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白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对方 甜蜜 感情哦 永恒都那么不变的 甜蜜的下去 然后呢 祝你好运一切 如你所愿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按了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好 好了 以主题拍开来看 觉得有你真好 对你就是满满的爱 他的心已经被你偷走了 对你完全是神人颠倒的 永远都不会孤单哦 因为他的心在你那里了 自从有你呢 他生命才刚开始 他得到了重生 你是那么有性格哦 你都不做作的 都会表达真实的意见想法 他好欣赏你这一点哦 他希望他可以用他的爱 去带给你疗愈 也许你过去曾经受过伤害 但他不介意 他愿意用他的爱 带给你疗愈 给选到第二组 他对你的真实想法 首先你主题拍开来看 他真心爱上了你哦 对你完全是神魂颠倒的 他整个心已经飞到你那里了 你永远都不会孤单的 他呢就是一直 就是有在想着你 惦记着你哦 自从有你了之后 他的生命才刚开始哦 他从来没有遇过这么的 令他心动的人哦 你是与众不同的 你很勇敢的做自己哦 从来不做作 不戴着面具 他很欣赏你这一点哦 他知道你曾经受过伤害 但他愿意用他的爱 去带给你疗愈 希望你能够 更早的能够走出你的阴影 你的出现也帮助他 走出了他的阴影哦 他也希望他自己能够帮到你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对你的真实想法 是如何的呢 他已经选择了你 认定了你哦 你就是他要找的人 对你非常的满意 他现在充满期待的 盼着这份感情 有好的一个结果 他心中积累好多的爱 想要把甜言蜜语 把惊喜带给你 想劝着你的手 进入一份 稳定的感情状态哦 他未来的计划里 都希望有你的参与 他非常认真的看待这份感情 他不是玩玩的 你跟他是天生一对 他觉得你们很配 你们很搭 有你 他就好像见到了阳光 你照亮他黑暗的世界 你是那么的真实的一个人哦 从来不错 做不戴着面具的 他觉得好幸运 能够遇见这么 跟他合拍的一个人 他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宝 他想用尽办法的 把你牢牢的绑在身边 不分开 给选到第二主义 陶罗派卡来看 这个人 他对你的真实想法 他觉得你有着一切 他喜欢的样子 你符合了他 所有择合的条件哦 他选择了你 他不再想要改变的 若你愿意圈着他的手 他就不会放开你的手 他觉得你跟他是天生一对哦 你们就是注定要在一起 他呢很期盼着 你们感情有一个好的结果 他很看好你们的未来 他对你认真的 想要与你有一个结果的 你是他的阳光 你照亮他黑暗的世界哦 有了你之后呢 他就是充满动力的 想要去创造更多的甜蜜与浪漫 现在他心中积累好多的 甜蜜与爱 想带给你 想把惊喜带给你 想要同你欢心 得到你的放心 他觉得你一点都不做 你是一个好真实的人哦 你说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 非常欣赏你这一点哦 他觉得能够跟你在一起 是他的幸运 他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事情 他未来的计划里都有你 希望你能够参与哦 他呢就是认真的 看待这份感情 他觉得 是可以永久的一份感情哦 你太优秀了 你真的是一个宝 他想要更早的能够跟你定下来 他怕你被别人抢走哦 看赤赤卡怎么说 看赤卡怎么说 给拳道第二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赤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每天的开始 他都需要你在他的身边 你是那么有勇气的一个人哦 他想向你学习 他觉得他自己深深被你吸引着 他只想要跟你在一起 除了你之外 他不考虑其他的人了 每个晚上睡觉之前呢 他都会想起你哦 他习惯了 都会想一想你 很想要包袱哦 他觉得 你对他做的事情 可能你不了解 对他的伤害有多大 他想要你了解一下 你对他的影响 实在有太多的事情 令他意气了你哦 对你是一见钟情的 第一眼就对你有好感了 他想要带动着你一起 让这份感情 变得更刺激 好玩起来 希望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跟你一起度过 可以选到第二主意 自可来看 他说亲爱的 他每个早上起床 都希望你能够在他的身边 他已经习惯 每个晚上睡前 都会想你哦 你是那么有勇气的一个人 他觉得有实在太多 可以向你学习的地方哦 但是呢 你对他可能造成过伤害 你自己不知道 他想要你了解一下 你对他的影响有多大 他现在深深的被你吸引着 除了你之外 他不考虑其他的人 他只想跟你一起 太多的事情令他意气你哦 你已经占据了他整个的心 对你是一见钟情的 跟你认识了之后 就对你有产生了爱 一直就是一发不可受时 而停不下来 他想带动着你一起 让这份感情变得更刺激 好玩起来 想跟你有更多的 在一起度过的时光 看彩虹拍卡 有什么提醒呢 给选到第二主意一起来看 有什么提醒呢 我知道在所有仇恨的背后 有爱存在 每件事情都是两面的 所以有爱就有恨哦 有爱不 什么什么 有恨就有爱 但是有爱一定有恨吗 嗯 再看还有什么呢 绝对没有什么事好担心 不要去几人忧天哦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恐怖恶劣 我整个身体正如我的脸和手 一样美丽于自然 接着我们看这个 苏菲智慧神域拍卡 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主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别让自己躲在一个框框里哦 框框里面 你其实是可以更自由的 走出那个框框 放下你的那一个成见哦 让自己可以顺应自然 自有的去跟着 这个 就是可以轻松的看待人生哦 还有就是 确保你过着的人生是你的心里的意愿的那一个渴望 按照着心里的真实的意愿哦 做真实的自己 看塔罗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二主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抽一张看一下 好了拿到的是这个赢者 赢者的牌卡到来 就是要你细心的留意一下细节 或许你忽略了一些细节哦 还有就是可以让自己独处静一静的 或许在这么安静的时刻呢 你可以更好的去吸收到一些资讯 然后看清楚事情的全面哦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主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语呢 祝你丰盛富足的什么都不缺 还有充满愉悦开心的过每一天哦 然后与对方可以过一个充实的人生 有意义的快乐的人生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最佳召望的主题是 他对你的真实想法 抽神域拍卡一起来看 目前他对你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呢 抽一张主题拍卡 给选到第三组 看他对你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的 是否则依赖的 看下来看 你能让你把对方的分开 都可以看到 跟你有莫名的一个亲切感、连结感哦 他为了你跟其他人分亲界线了 其他的异性都入不了他的眼 你把梦境般的童话故事的美好感情带到他的人生哦 该选到第三组,目前这个人对你的真实想法 他对你的分文反应好强哦 就在此刻你看着这个视频呢 他很想要冲向你,像一头野马那样子哦 他呢,觉得你跟其他人不一样 你给他一种很莫名的亲切感、连结感 那相信你就是他要找的真缘 其他的异性呢,他都不再看在眼里了 跟你呢,就是有一个连结 导致他呢,就是跟其他的异性完全分亲界线的 是你令他相信童话般故事美好的感情是真的存在的 看塔罗怎么说给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对你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呢 看塔罗怎么说 他知道你们面前有很多的障碍 但他觉得有你的陪伴 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 他就很大的勇气 与动力的去克服一切障碍走向你 你是那么适合过日子的人哦 是一个好丈夫后妻子的样子 对你非常满意的 是他喜欢的类型 是他的梦中情人 他想活力十足地冲向你 他把你看成是他最大的追求 在他眼里只有你是带着光环的 其他人都变成黯淡无色 从你身上他学会好多 他学会如何去打恋爱哦 他已经对你投降了 他承认他需要你 他心里就只有你一个 对你已经付出了真情 他非常认真的看待这份感情哦 他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宝 想用尽办法的 好好的善待你 去把你留在身边 不离不弃 给选到第三主义塔罗派克来看 这个人对你的真实想法 他知道要在一起要幸福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有很多的困难 需要克服 但是每当他想起 能够有一个你在他的身边 他就充满动力与勇气的 去克服障碍哦 从你身上他学会好多 是你给他力量 是你帮助他挣扎起来 变得更勇气的 坚强的去面对人生的难题 你有这一切他喜欢的样子哦 对你非常满意 是一个很适合当丈夫和妻子的材料 他想对你投降哦 他心里就是满完全全是向着你的 他没有你不行哦 他已经对你好认真了 对你的热情已经多到快烧伤他自己 他整颗心被你偷走了 他整颗心是向着你的 你是他最大的追求哦 他觉得他的生命要有你才算是有意义的人生 他严重的你是带着光环哦 只有你是令他那么的神魂颠倒 你是带着光环的 见到你他就眼前一亮 其他人都变成黯淡无色 他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宝 很想用尽办法的去散带你 保护你不让你离开 看字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为你准备了一些礼物 小礼物的但是他不敢拿出来怕你不喜欢 很想要重获你对他的信任哦 如果他曾经做过什么令你对他失去了信任 那现在想弥补一切 他该怎么向你证明他对你的爱与忠诚呢 你要他怎么做你才会相信呢 他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成第三者或者是备胎哦 你从来都不是他的备胎 请你别认为他对你是去兴趣的 他还是在乎着你 他还是深爱着你 他每个早上起床带着笑容 都是因为有你的存在 感谢你是那么的多的体谅他 你是那么懂得换位思考 你是那么善良哦 你有最漂亮的灵魂 当实际对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因为他根本都从来没有放弃过你 给选道立三者 以自可来看他说他为你精心准备了一些小礼物的 但他迟迟都没有拿出来 因为他怕你会不喜欢 他害羞 若他做错了什么令你对他失去了信任 他现在很想弥补一切 想重获你对他的信任 你要他怎么做 你才相信他对你是忠诚的 他对你是真爱呢 他好想要证明给你看 他是深爱着你 并且对你是专一的 他从来都没有想要把你当成是第三者 所以悲态哦 若你有这个感觉的话 那他想说声对不起 他不是有意想令你有这个无解的 请你别认为他对你已经失去兴趣 而他还是真爱着你 你在他心中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现在他每当起床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你 然后他会充满笑容 有你他才会有笑容哦 有笑容的去看待每一天的开始 感谢你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的体贴 那么的懂得站在他的角度为他设想的 你是那么美丽的灵魂哦 他真的不想错过你 当然实际一对 你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这份努力 看彩虹牌卡有什么提醒呢 可以选到第三者一起来看 有什么提醒呢 我富有而且多才多艺 你是很棒的 你什么都不缺 你是多才多艺的 我爱他 所以在他面前我毫不隐瞒 呈现真实的自己 这是我感谢他的原因 别再带着面具了 就做真实的自己吧 我的工作是理想的 并带给我乐趣 热爱自己的工作哦 看这个神域牌卡 这个苏菲 这位神域牌卡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者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决心哦 就是无论 无论遇到多大的障碍困难 也要坚持的 坚持的努力 这样子才会迎来 你要的福分 你要的丰盛美好 只要坚持 你就会引来你要的好运 让自己充满爱哦 去过着你喜欢的自由 自由快乐的人生 给自己玩乐的时间哦 你有多久没有放松心情的去玩乐 以下呢 至少让自己有足够的休息哦 别一直工作的 看塔罗怎么说 也可以约对方多一点的去恋爱哦 而不是把对方冷落在一边哦 看塔罗怎么说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 拿到的是全帐八的牌卡哦 好消息即将到来了 也可以通过旅行呢 也可以通过旅行呢 去促进感情哦 很快你们的感情会升温 可以通过旅行呢 去让这份感情可以升温哦 好啦 这就是可以选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充满欢乐欢笑声的 跟对方过好每一天感情 变得更牢固起来 要稳定发展哦 甜蜜幸福下去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